我们宣信的信念是 上帝乃人类的终极福祉 我们宣信的是 人类的所有福分都予于上帝的慈爱之中 因此人当将他的慈爱看得重于一切 当寻求这爱胜过寻求一切 我们宣信的是 上帝乃是我们唯一的主 因此他是我们侍奉的首要对象 我们宣信的是 我们当尽心尽性尽力的爱我们的主 我们宣信的是 我们在世上的要务乃是荣耀上帝寻求救恩 这些信念究竟是体现在我们的实际行动中 还是我们的行为在否认自己的宣信之词 不管我们的帮助和信念 怎样激励我们去努力 我们肯定永远不会努力过分 我们在做过一切之后 是否能说 我们是无用的仆人 何况我们实在知道 自己在凡事上都有亏欠 无人能过度顺服和侍奉上帝 虽然一切盲目的行动 或依靠自己能力的侍奉 都可被称为行义过分 但只要我们仍在遵循世间的法则 就永远不可能有过分的意义 世人的恶念迷住了他们的心 所以才认为忠心殷勤的侍奉基督 是愚蠢之治 时候将近 那时他们就不难承认 人无论怎样爱上帝 侍奉上帝都不过分 而且人无论怎样热切的救自己的灵魂 也都不过分 我们很容易为世界做的太多 却不可能为上帝做的太多 让我们再想一想 各样恩赐本质上 都是为了促使人殷勤努力 在去往天国的路上 蹉跎单言 必将前功尽弃 想到我们已经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光 而且我们的努力 必与将得的回报成正比 让我们对各样恩赐的本质 及其倾向做一观察 如果你爱上帝 就会觉得做什么去侍奉他 讨他喜悦都不过分 爱总是让人迫不及待 急急主动 察言观色 如果你爱基督 你就会遵从他的命令 而不会指责他的命令太严苛 如果你有信心 这信心就会督促激励你 如果你对荣耀充满盼望 这盼望就会像上紧的发条 带动你灵魂的所有齿轮转动 如果你敬畏上帝 这敬畏就会使你从懈怠中惊醒 假若你有热心 这热心就会炙烈燃烧 甚至吞吃了你 这些恩赐在何种程度上满足了你 你就会在何种程度上认真努力的去做上帝的功 懒散拖延者必前功尽弃 有不少人就如雅基伯王 几乎做了基督徒 他们最终必发现自己离得救却有一步之差 若有两个人赛跑 跑得慢的既得不到奖赏 自己做过的努力也枉费了 若有人举重 却用力不足 其结果同根本不用力并无两样 基督徒因未能全力以赴 白白丧失了多少进过的本分呢 主耶稣警告人们说 有许多人想要进去 确实不能 倘若他们当初奋力力争 原是可以进去的 所以你要再勤奋一些 再努力一些 让你所做的一切不致前功尽弃 而且我们岂不是已浪费掉了许多宝贵的光阴吗 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 童年青年已经过去 对另一些人来说 中年也过去了 我们面前的寿数几何疏难预测 我们在睡眠空谈玩乐中荒废了多少光阴 把多少时间都花在属世之响 属世之律上 我们该做的功 做的是何其少 逝去的时光已无法找回 难道我们还不该 珍惜善用所剩不多的光阴吗 旅行人若是白天睡了大觉 或耽误了差不多一整天的时间 到傍晚他就只能匆忙赶路 否则就到不了目的地了 无庸置疑的是 将来上帝必依你付出的努力报偿你 种子只有埋在地里死去 才能接出许多子力来 不管你付出怎样的辛劳 忍受怎样的痛苦 永恒的安息都会尽数补偿给你 在天国里 无人会因自己在世上付出的努力 遭受的痛苦感到后悔 没有人会说 我若是省点力气 少祷告一点 对自己不那么严格 像我周围的邻居那样该多好 相反 回首自己付出的辛劳 所受的苦难 回想上帝的大能 又如何带领他们经历了这一切 必将成为基督徒的莫大的欢心 我们都可以像保罗那样说 我想 现在的苦楚 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 就不足介意了 我们的劳苦只在一时 而我们的安息却是永世的 若苦干一小时 就可以一辈子做王 有谁会拒绝全力以赴的 苦干那一小时呢 上帝并非不公义 竟忘记你所做的功 和你们为他的名所显得爱心 上帝难道不会擦去 我们一切的眼泪 使我们忘却尽责中的一切愁苦吗 同样值得思考的是 勤奋努力是上帝命定的得救之路 所有人都认同 或将认同这一点 就将最优秀的基督徒死时 也会痛惜自己输于努力 人们错失天国 常因努力不足 而享有天国的条件 永远不会降低 是上帝的至高智慧 使努力成为得救的必要条件 有谁比天国之主上帝更熟知通向天国的路呢 当人们说我们太严格时 他们指控的是上帝还是我们呢 假如严格是错的 那么错在吩咐我们这样做的主 而不在我们这顺服吩咐的人 就是那些人常质问我们 是否比所有世人都有智慧 而事实上 他们貌似比上帝更有智慧 他们的言语 与上帝的律法 怎能有相通之处呢 经上说 天国是努力进入的 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你们要努力进窄门 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 确实不能 凡你守所当作的事 要尽力去做 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 没有工作 没有谋算 没有知识 也没有智慧 要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应当更加殷勤 使你们所蒙的恩招和拣选 坚定不移 若是一人仅仅得救 那不敬钱和犯罪的人 将有何地可占呢 任凭他们 以各种似是而非的道理 去攻击圣徒圣洁的努力吧 只需指出 上帝的意念 不同于他们的意念 上帝吩咐我的 要比我所做的多得多 就足以驳斥他们所有的道理 虽然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 让我这样做 但有上帝的理由就足够了 除了造我们的上帝之外 有谁该为我们制定律法 除了必将我们迁往天国的那一位 有谁该为我们指示天国之路 除了赐下救恩的那一位 又有谁该制定得救的条件呢 所以 任凭世人血气魔鬼 去诋毁圣洁而勤奋的生活吧 我的回答是 是上帝命令我这样做 不仅如此 古往今来 没有人将来不认同这样的生活 所有人终必证实 圣徒的努力是正当的 有谁不愿去行 人人终必赞同的道路呢 这固然是一条到处被毁谤的道路 但我要告诉你 如今反对他的人 到审判时必认同他 时下反对他的人 过不多久 想法就会改变 假若他们能进天国 在进入之前就必须被改变 假若他们下地狱 他们那时的判断 也会截然不同 不管他们是否愿意 愿意随波逐流的人 请记住这一点 你为什么不愿意随从 所有人都将认同的意见和道路呢 为什么一定要认定自己 不久就必改变的判断呢 巴不得你今天 就能同那些沦落地狱里的人 一样明白 就连有些最优秀的基督徒 临终时也会痛悔今生疏与努力 那时他们会后悔地说 我当初若是更圣洁 更属天 为自己的灵魂 更努力一千倍该有多好 世人怪我做得太多 而我自己的良心 责备我做得太少 受世人的嘲讽 总比受良心的鞭挞好得多 我宁肯因追求得救 而受魔鬼的羞辱 也不该因忽视救恩 而受上帝的责备 连那些鼠天风度精视之人 到时都会为自己缺陷的努力 悔恨不安 错失天国 结因努力不足 若是连那些 听了道 当下欢喜领受 就多照着行 并且乐意听他的人 都会灭亡 这难道不该让我们 从漫不经心中猛醒吗 不少人跟随基督 已行出很远 可当他们必须撇下 所有属世的利益和期望时 却离弃了主 上帝定义让天国 不易得到 而且安息 只能发生在劳苦之后 经上说 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构成我们诚意的 乃是我们滋滋以求的态度 而你如果不认真 就不是一个基督徒 这不仅在于 人有多么高的程度上 有基督徒的身份 而在于 人活出怎样的基督徒生命 及其实质 台上的基建手 与战场上殊死搏斗的战士之间 差异有多大 图有其表的基督徒 与真正基督徒之间差异就有多大 人们要是不奋力努力也能得救 就绝不会看重他 也不会受上帝道路之一切荣美的吸引 上帝既定义让人此生非经热忱追求 来世就不能得享安息 那么奋发而结成努力 岂不才是我们的明智之举吗 明智之举